嗨,大家好,我是立揚 那上一支影片我們講到 插車的好處 接下來我們要講到 取得這個證照 它所要完成的程序跟課程 在你報考這個課程的時候 你要滿足四個先決條件 第一個,你要年滿18歲 第二個呢,你要有 安全鞋以及反光背心 三,100點的ID點數 那不了解在ID點數的朋友呢 可以參考下面的網址 以我自己的狀況來說呢 我是以三種東西 來滿足這100分的積分 第一個呢,是我的護照 第二個呢,我用銀行卡 第三個呢,是用我銀行的對帳單 四,對英語書面和口語 都有很好的理解 在澳洲呢,任何一個州 或者是地區所取得的 插車證照,在全國都是通行的 雖然它的費用在不同地區考取呢 會有些微的差別 但立揚建議你們呢 可以究竟尋找可以考試的機構 那你只要上網呢 搜尋關鍵字 就可以找到了 那我們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就是要報名 通常所有的機構呢 透過電話或者網路都可以報名 二,課程 一般來說分為兩種的課程 一種是一天的 提供給有經驗的朋友報名 像是一些你在海外 你已經原本就有插車證的朋友 你就可以報名一天的課程 第二種課程呢,是兩天的課程 是給初學者來參加 像我呢,就是報名初學者的兩天的課程 那我們兩天的課程呢 第一天上午三個小時是學科 下午三個小時是數科 那學科呢,基本上它就是照著課本 把每一題呢,講一遍 把答案告訴你 下午呢,它就會帶我們導覽一遍 考試所有的流程 以及插車操作的所有步驟 那第二天呢 花上午三個小時 複習你的學科以及你的數科 下午部分就開始我們的考試了 當你克服了所有難關之後呢 通過了考試 它會給你一個評估合格通知單 這個單據呢 可以合法的當作插車證來使用60天 60天內呢,你必須 將這個通知單呢 拿到郵局做一個認證 並且貼上照片,然後寄出 之後呢,你正式的插車證 將會寄送到你上面所填寫的地址 當然我們前面也有提到它的條件就是 對英文、口語、書面充分的理解 以我自己為例呢,我英文並沒有很好 國中的時候,我的多億的成績大概是300多分 去上課的時候呢 九成是完全聽不懂他們在上什麼 那我的策略呢,就只是 非常專注的看著老師的上課 希望他不要點到我 我甚至是看著旁邊的人才知道要翻譯 上我三個小時的課程上完 我對課程的理解是零 那我當天呢,拿到這個試卷之後 回家準備的方式呢 是把所有的題目跟答案呢 透過Google翻譯呢,翻成中文 去理解他所有的題目跟答案 那我到了課堂上後 教練呢,可能也看出來 我沒有自信 那他告訴我了另外一個選項 那就是呢,我可以選擇 我在下一次或者下下一次 我準備好的時候 再來報名這樣的考試 因為他給我的建議是 如果我這次考試失敗了 我下次還要再付一個補考的費喔 那教練很好心呢 也特別告訴我另外一種考試的方式 就是假如你對於你的書寫是沒有自信的話呢 你可以透過口述的方式來完成這樣的考試 最後呢,我選擇了隔一週考試 並且用口述的方式來完成考試 那考試當天呢,會有一個專門的考官 跟我做一對一的口說考試 他會念一次整個題目 然後我要回答出答案 因為考官濃厚的澳洲口音呢 讓我無法非常準確的理解題目 我問考官呢,我可不可以自己看題目 然後直接回答他答案 那考官是說沒有問題的 那我就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順利的完成了考試 根據我2017年8月的時候 我考取這張證照所花費的所有費用 第一個上課 第二個口試 第三個稅金 第四個證件照 我總共的花費是464.45 那後來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一點 就是考完的時候呢 我去翻每個考生他的作答答題字 他們的英文拼音呢 也時常會有非常多的錯誤 但是他們能夠充分的表達這個答案的意思呢 就可以獲得給分 他們重視你對知識的理解 更勝於你英文拼字以及語法的使用 以上呢 就是我在澳洲的經驗分享 那希望呢 下次還有機會 跟各位分享這些有趣的事情 掰掰